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全日总计时间减》 彩岳新美嘉宾 在要财政券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阮止希,Herry Herry,你好 Herry,这一节先和大家看看 今天港股的收市表现 港股方面,收市时间升141点 收获22005点 升了0.65% 成交额方面473亿多 国企指数升142点 收报1075点 升了1.44% 其指方面,现在仍然升188点 暂时低水5点 今天收市时间 其韵在22000点上 还多了5点 但成交额500亿都不够473亿多 指标性作用大不大? 今天指数表现来说 刚刚收在22000点左右 但成交量方面跟不上 今天回顾港股的形势上 我会觉得资金是很追逐个别的业绩股份 即是即休股或即差股的表现 各走极端 现阶段来说,投资者要留意 今次站稳在22000点这个位置 究竟时间长不长 因为今天的成交不太跟随 现阶段来说 投资者有另一件事要留意 其指会结算 这方面股市波动性 会比较大一点 如果看下月的情况来说 也可以慢慢看一些基本因素 除了继续留意 即是今个星期 都会有一些比较重磅的内银 又或者是内险股份 会陆陆陆续发布业绩 现阶段来说 我都会冲敬 内险方面应该会做得挺漂亮 但问题是内银方面 都是在资产质数方面 会有一个关注在那里 对于业绩股份来说 我相信大家追逐个别职业股份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回向指数的表现来说 如果你看到22000点 暂时站稳了 但我都会有个忧虑在那里 所以我觉得投资者 如果看波幅来说 就比较稳定 我自己看最近的低位 大概是在21500点 作为一个初步的 如果是向下看的支持 向上动力来说 我会觉得都是比较弱一点 所以我相信 十天线的位置 大概和现在的现值 大概有80-200点的水平 应该已经有一定的阻力 如果你说看 今天A股的形势 其实都做得挺漂亮 但问题是 我稍然觉得刺激力度 对比港股来说 就不是那么足够 其实我也会觉得 买盘入市的动力 就不是那么足够 我也会觉得 市数真的要看 十天线至上的水平 站稳了 才能够确栏 一个比较明显的向上势 好 就看到内地股市 刚才哈维也提到 今天表演做得相当不错 升幅界伏1.9%至2.13% 上升终合指数升39点 收报2096点 最高建国2097点 以至近全日高位收市 更加逼218点关口 后市再上冲的动力 是否比较大 今天如果说看A股的消息面 其实都相当之多 其实我也会觉得 可能是内地民众 就比较受落 本地本港的投资者 就不太受落 这个包括 比如说国家统计局 也都会说到 他们都确保了 经济的增长在7.5% 就不是以往的保七这个位置 另外一方面 又存有万亿的基建投资 主要是在环保基建方面 亦或是上交所的一些T加零的措施 去增加股市的流通量 甚至说上可入了自由贸易区 也都见到 作为一个金融改革的先行施市的试点 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的金融中心 你会见到一众消息 也是利好国内地股市的表现 暂时去看 指数在Day High收 特别是见到在上证指数方面 成交量如果两市计算 二千亿都是一个多入市的动力 也都足够 我会相信上证指数 真的会试试二千一百点这个水平 如果站稳了的时候 其实随着国家在三中全会之前 我一直都在憧憬 有很多国策会推出的时候 这个向上的动力应该得到维持 好 谢谢 和大家看看南筹股 今天的收市表现 回控方面升四毫 收报八十四个一 中移动跌两毫半 中行升接近百分之一 公行升五仙 建行方面升四仙 收报五个八毫三 港交所升过二 升接近百分之一 国寿方面升超过百分之二 友邦保险跌一毫 腾讯升一元 金沙中国跌两毫 去到四十三个四毫半 长辰母升跌 新地升三毫 九仓升一元零五仙 中国海外升四毫三 华允之地液市跌六毫 跌超过百分之二 中海游升两仙 中石游升一毫半 中石化升一毫一 昆灵能源升一毫二 神话升超过百分之三 收报二十五个三毫半 见到今天 那个追星幅最大的南筹股 其实已经由早上延续连续的升势 直至收市的时间 升幅收窄了很多 就是一百百零百厘国际 收市时间升超过半成 收报十一元的位置 今日最高见过十一个四 很多是职业股 职业股方面 带动今天成为三只升幅最大南筹 法例国际康师傅和中国神话 是否持续会有罪膨 如果说戒定职业股 我有少少保留 可能见到本身百例来说 其实没有市场原先预期得那么差 而令到本身股价有向上的动力 但你要见到买盘的 本身入市的进取态度 慢慢地收窄 如果你看到百例的业绩来说 其实纯利也有一个微跌 其实都会看到 鞋类究竟 那个女装鞋的一些销售 下半年的情况 会否得到改善 这方面 其实市场都给到一个 比较正面一点的看法 但我自己的看法来说 真的会看到一些实质素质 出了来先 尤其是如果看同店销售的表现 无论主要的业务 女装鞋也好 又或者是本身的 体育用品分招 方面也好 其实都是做得一般 我都会觉得 现阶段来说 尤其是我们见到 百例开始 亦都买了日本的一个市装牌子 究竟如何去发展形势 市场亦都很关注 暂时去看 如果你说看本身的PE水平 对比起现在这样的增长率 即是Witches倒退的情况 我都会觉得 股值上稍然偏贵 所以如果纯粹计这股份来说 我自己就不建议大家 现阶段去入市 等到较低位置 再看有什么消息出来的时候 才留意这股份 另外今天市场的焦点 就是相关的中资券股 今天表现做得相当不错 看看相关收市表现 光大方面升超过4% 新人曼国升超过3% 海通证券升超过4% 国泰均安升超过3% 中信证券升超过2% 整个版块升超过2%到4% 做得相当不错 大家都知道 是因为A股方面所带动 刚才分析A股的时候 都说了相关利好消息 劝商股会否继续看好 如果你问我 我自己有推过海通证券 我会看好券商股表现的版块 如无意外 如果再没有光大肥手指的事件 走出来的话 我都会觉得A股的走势 或是本身券商股的走势 应该会跟着一个升势 如果你说 版块当中 暂时要避避中信证券 我觉得它出来的业绩 不会太过美 可能股价震下去 但如果你说 看中线走势上来说 随着A股慢慢地回升趋势 再加上 刚才所说到 T加零 金融改革 创新的金融 这些政策出来之后 我相信 券商股都会在收入来源方面 有提振 以现阶段来说 对于 譬如海东证券 可能很多时候 都会有留意这只股份 11.1这些位置 我自己一路看 都是在12.5这个位置 作为初步的目标价 好 麻烦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Herry 刚才说过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遲 没有的 好 麻烦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 明天同样时间 会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